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传说呢 曾正宫派了20艘的舰队去攻打 最后被西班牙打败了 那么荷兰人也曾经这么记载过 在海上之间 当时的海上之间 似乎也曾经这么传说 所以留下了一些记载 那但是呢 后来的研究者 比如说中研院的一些学者 或者是了解西班牙文的学者研究 我起来发现 并非这么一回事 那我想讲这一段历史的意思在哪里呢 这很有趣是因为它代表了 郑成功的一种心态 哎呀 我觉得我们在讲 郑成功增加历史的时候 我们太容易从明朝或者清朝 或者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 好像明清之后一直激弱不振 所以你对于东亚海域没有其他的企图心 对于其他的地方的华人的发展 也没有企图心 所以我们好像是已经在激弱不振的 这种心情底下自我萎缩 那变得自卑了 可是郑成功那个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心态 换言之 当各个国家背后都有国家的实力 来当他们的后盾的时候 正如同日本有驻印船 是日本幕府背书的这些贸易船 葡萄牙也是 荷兰也是 西班牙也是 可是这些华人靠的是谁 靠的是郑军 就是郑成功 所以在1662年 郑成功打败了荷兰之后 有那么一个传说 传说郑成功曾经派出他的舰队 要去攻打菲律宾 然后结果被西班牙殲灭了 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殲灭战是真的还假的 我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特别讲这个是因为 不只是说因为这个历史 曾经有中原院的学者 叫李玉中曾经分析过 而我更想讲的是 这些文件里面所显现的 郑成功的那种心情 那种心态 我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趣味在哪里 就趣味是在里面看到人 看到人的味道 所以我在这里面看到 郑成功的味道的时候 特别喜欢 我觉得那是多么像是一个 真实的郑家的郑军的想法 而这个想法呢 影响了他后来对台湾的统治 乃至于他从台湾所发散出去的 那么长远的影响力 好我们说郑成功在1661年 攻打下台湾之后 那么何军在第二年 就是1662年2月1号开始 就开成投降了 然后这个时候 郑成功把获准在厦门传教的 一个天主教道明慧的神父 叫李科罗的人 他召集到大园 就台南这里来了 然后李科罗在四月初的时候 抵达大园 然后停留在这里八天 他自己说他是停留了 胆战心惊的八天 因为国姓也是很严格 很性情很严谨的人 所以他自己在这边是胆战心惊 然后呢 很快就被国姓也认命为什么 为使节 他出使菲律宾去了 那在李科罗的手稿里面 他讲说什么呢 郑成功并不想派出舰队或者士兵 只是希望以使节的方式 让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屈服 向郑成功称臣纳贡 那这个他的手稿里面 这个这一点就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他证明了郑成功 没有真的派兵去攻打吕宋 就攻打马尼拉 所以这个故事就很有趣的 那么这个神父呢 在那个时候出发 他从大远出发 可是郑成功让他穿着什么 穿着明朝的官服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郑成功让他代表他 然后故意让他穿着明朝的官服出发 经过17天的航行 然后在1662年5月10号的时候 他到达了马尼拉 然后啊 他是作为修院的神父嘛 所以就到附近的一个叫 八十河的道明会的修道院去 然后他跟修道院的会士 修士啊等等的 先开会 然后还有跟马尼拉的政府官员 先秘密的商议一下 那怎么处理这个 很麻烦的外交事务 因为这些只能够先秘密处理 决定怎么公开这件事情 最后他们怎么处理呢 好 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决定 依照接待外国使节的惯例 来接待这位李克罗 这位神父 天主教的外国人 但是代表了郑成功来 当特使的人 他们在一个公开的仪式里面 正式接待他 那其中还有一场什么 路上跟水上的阅兵仪式 来代表什么 代表跟郑成功的这一位 外国人使节致意 那他也是跟这位李克罗神父呢 也跟菲律宾的总督啊 就是西班牙总督也见面了 然后他就递交了郑成功给 这个总督的一封信 那这个信呢 非常有趣 翻译起来是这样子 我想念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太有趣了 因为他代表了 郑成功从荷兰到西班牙 他真正的观念 真正的观念 他信说什么 他说 从古至今尊贵的天子 都接受外邦的朝贡 借以表彰其正统性 可是鲁莽的荷兰藩 不知天高地厚 无视天欲 在我国致意欺压无辜百姓 截夺我的商船 本来我应该祖君攻讨他 来惩罚他们的过失 但是天地间的凛然正气 使我几经挣扎 苦心思虑以后 想要宽厚的兄弟 来对待他们粗暴的行为 于是我以友善的口文 写下了示意 希望荷兰藩能够改过千山 想不到这些红毛藩 还是如玩死一样 放荡堕落 烧杀掳掠 我大为震怒 在辛丑年四月 亲自举兵讨伐 以对他们进行惩罚 他说 抵达台湾以后 大势予以捕杀 荷兰藩死伤不计其数 活口也无路可逃 最后只得乖乖束手就请 放弃武器 承词堡垒 货仓向我们祈祥 他们积欠多年的共富裤肠 也一并全束奉上 要是他们早点向我扣手跪拜 双手呈上共品 现在还需要这样 老师动众吗 这个很有趣 这个就是他对荷兰的态度 为什么去打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真正的思考 我要特别讲一下的是因为 在我们上一集曾经讲到 河滨在来回当特使 在荷兰跟郑成功之间 折冲谈判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说 郑之龙的时代 荷兰为了从郑之龙那边 取得贸易的特许 因为明朝有一些贸易的特许 所以每年曾经有答应 郑之龙要供给他 就是朝贡 不能算朝贡 就是要给他一笔 所谓的权利金 要五千两白银的权利金 使得郑之龙才能够派船 不断来供应他的商品 来这里贸易 到大远来贸易 换言之 到了郑之龙被清朝软禁以后 这五千两就没有了 因此郑成功认为说 他在信里面讲说 他积欠多年的贡富 他认为这个五千两 是对他的朝贡贡富 这个就是为什么 他这么写的原因 很有趣 这就是所谓的郑成功的思路 当然郑成功随后写什么 他说现在 现在福尔摩沙岛 已经配有金兵数万 战舰数千艘 原先我想亲自率兵征逃 况且 从福尔摩沙寻水路 到你们的小国 地上非常近 早上出发 晚上就可以到达 我原本想要亲自率大径 去处罚你们这几个小国 但念在这些年来 你们稍有悔意 前世来向我祈求 商讨贸易的条款 比起那些荷兰犯来讲 是有长进的 所以我决定暂缓出兵征讨你们 我派教会的神父 当做我的使节 去跟你们谈判 表示我的友善 如果你们奉天成运 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 俯首称臣的话 那么我们过去的这些过错 我们都不予追究 只要你们纳贡 我可以让你们继续保有 王室的地位跟尊贵 否则我会派兵去攻打 焚悔殆尽 荷兰番的下场是最佳的例证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真的要攻打 连神父都不必回来了 是福事或全在你们的一念之间 这个有趣吧 他信就是这样写的 那这个信里面所谈到的 很多观念就是他 对于荷兰跟西班牙 正军的 就是郑成功他们的一个基本态度 在外交上他认为 在东亚他们只是一个小国 他事实上就是几千人的 这种士兵在这里而已 同样的 这个时候 在马尼拉有多少华人呢 两三万人 两三万人至少 我们曾经讲过 在1603年 曾经发生过马尼拉大屠杀 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当时呢 曾经有一位汉人 到明朝皇帝 万里皇帝那里去 说马尼拉那里发现了黄金 然后就希望皇帝 可以去那里开采 结果皇帝就派了一个 犯官叫高采 派了人去了 结果在地还是有两三万的 这些华人 华商在那里居住了 那相较之下 马尼拉的西班牙人 才一千多人 还有一千多个日本人 所以他们就非常担心 为什么 因为他们怕明朝的官员来这里 带动他们 去整个叛乱之后 去攻打 马尼拉的西班牙人 所以他们非常担心 最后 等到这些明朝的官员走了之后 他们就对在地的华人 发动了大屠杀 屠杀了两万五千多人 这个马尼拉大屠杀 我们曾经讲过 后来在1637年的时候 他也曾经发生过 另外一次的大屠杀 因此我们在讲 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必须注意到的就是说 如果郑成功真的要开始过去攻打的时候 那么马尼拉的这个官方会不会担心 会不会担心 所以如果在地的华人都知道 郑成功的态度 那么他们还会那么听从西班牙人的命令 或者西班牙这些总督的命令 因此西班牙方面就跟这个神父 互相约定 我们刻意把他的来信保密下来 不要让这个信外露出去 第一个 避免华人知道消息 然后积极来响应国信 也来攻打马尼拉 第二个 他要争取时间 万一郑成功要来攻打了 他至少还有时间把外地的兵力 调回到马尼拉来应战 那西班牙抽掉兵力呢 他这些兵力远在香料群岛 那些荷兰人都有听到过 听到什么 听到说马尼拉很担心 很担心郑成功去攻打他 所以把很多外面的这些兵都调回去了 那事实上 郑成功在他的这 给总督的这封信 在西班牙的华人社群里面 也传开来了 很可能当然就传开来之后 发生了一些 误传啊 或者扭曲啊 或者过度渲染等等的 可是 这个事情的影响开始了 好 那么 1662年开始 马尼拉 华人又遭遇了另外一场大屠杀 当然这场大屠杀已经不再 像过去的屠杀 那么那么 屠杀的那么惨了 而是开始 发生了冲突 那么 这场冲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在1662年的5月25号 因为郑成功的这封信 很多华人就开始担心了 想说 万一郑成功来了 那么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要准备怎么办 你知道 5月25号 一些西班牙人就故意要进入华人生活的那个社区 叫巴黎安的地方 然后呢 华人觉得他们既然要来找麻烦 而且还带了菲律宾的原住民过来 很可能来攻打 所以 他们两边就发生正式的冲突了 后来从历盛的这个描述来看 他们比较不像是说1639年的时候有一个大屠杀杀了 也是杀了三万多人1639年的时候 换言之有过两次的大屠杀 一次1603年屠杀了两万五千多人 1639年还屠杀了三万多个华人 可是这些华商照常过去 所以还是有三万多人 那这一次呢 我觉得 荷兰在台湾被郑成功打败的事情 的的确却吓到了这些西班牙人 他们知道有一天很可能郑成功真的会来攻打 如果他杀了太多人的话 郑成功大怒之下可能来攻打 所以他们必须很节制的去压制华人 就是让压制到华人不要起来叛乱的程度底下 把他压制住了 这样就好了 因此他们就到华人的社群里面去进行这种压制 然后甚至于把有反抗的 然后先反抗先逮捕 然后压制下来 那至于教会那边呢 事实上西班牙的教会 事实上只能够靠着西班牙 那么这位李约罗神父呢 因为担任郑成功的使臣 所以不论西班牙或者郑成功方面 都对他有疑虑 所以一爆发的时候 刚好有十几艘的华人的商船 这时候抵达了马尼拉 在他的记载里面说 这些华人的船长 很怕遭受此语之压 所以跟这个神父求助 那这个神父知道说 这些可能是真正的圣艺人 所以就把这些圣艺的船长 做圣艺的船长 藏在道明会的修道院地下室里面 换言之 这些人终究是在冲突中 被保护了下来 那当然这些船长 后来也出面跟华人喊话 就是因为他知道 他们被保护了下来 所以表示说 西班牙人愿意和平的解决 这些整个冲突 所以最后双方取得共识 马尼拉的华人 可以攜带他们的财产 搭船离开 所以这个和平解决的方案 就是让这些华商船 可以和平离开 所以整个冲突就结束了 比较特别的是 这几十个华人的船长 躲在马尼拉城内的事情 就船开来了 那一而传了 大家传成什么 我就觉得这个很可能 是西班牙人故意要传的 传成什么 传成说这十几艘的 二十艘的这些船 是国姓爷要派来偷袭 马尼拉的船队 这样一传之后 好像国姓爷就被打败了 然后马尼拉的华人 就会传说 国姓爷既然他的船队都被打败了 我们还是不要打了 就用这样子去塑造一种声势 就这样子把这个事件给平息了 有意思的是 后来这个神父说 因为没有人愿意担负什么 担负一个有去无回的任务 于是他只好自告奋勇 带着西班牙总督 要给郑成功的信 自告奋勇前往台湾 然后把西班牙人 婉拒纳贡的消息 去转告给郑成功 这个很有趣 那么这个信函里面 是在1662年的时候 九月的所有所写下来的 那么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彼此之间所写下来的 都充满了美角这样子 那这位西班牙总督 写下来的美角是说什么呢 他说我对你非常好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一贯信念不图回报 竭力保护阁下的船只 慷慨提供粮食均需补给 等等等等 然后他说最重要的 他说我方曾因对你的偏袒 而拒绝达旦人 就清朝所提出 驱除来自阁下领土的胜利人 行李郎 也就是说因为偏袒正成功 所以拒绝清朝提出来 驱除正成功手下 他领土下的这些 行李郎 海上的要求 为此 阁下还前史来致谢 我方也予以殷勤款待 并馈赠礼物而返 如是往来 再再表现出我两情意 坚若磐石 我特别要讲这一段是 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 因为 这代表什么 代表清朝曾经要求 西班牙人 不要跟正成功的人做生意 想要从海上断绝 断绝他做生意的经济来源 换言之 如果这样断绝下去的话 蜻蜓如果可以让他们断绝 他海上贸易的话 他没有经济资源 他就没有更大的 裁员去筹划他的军事经费了 战争是很花钱的 我们看俄乌战争就知道了 那有意思的是 他使用了一个生理人 Sandis 我也曾经讲过 就是西班牙人对于 闽南的这些海商 他都不叫中国人 什么华人都不是 他叫Sandis Sandis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西班牙人 刚碰到的这些华人的时候 他问他什么 他说 我做生理 所以就是Sandis 生理人 在他们的写作里面叫生理人 其实就是生理人 那这些生理人 在正成功的手下经商 所以清朝是不愿意 他们继续经商 来增加他的收入的 可是 西班牙这个时候 跟郑成功要这个人情 当然 他也不忘跟郑成功 在讲一些更强悍的话 他说 而今而等背信弃义 将协定书上 载民应该信守的承诺 都忘得一干而尽 还想要逼迫我方 书成那 共俯首成成 想必阁下还不清楚 你们已经获得了多少好处的财物 而这样莽撞的行为 会为你们招致多少的祸害 与其说阁下想征服我们 岛屿不容易 还不如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根本不可能夺下我们的岛屿 这就是西班牙人给郑成功的回答 多么有趣 多么有趣 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见了 郑成功曾经 不仅仅是到达台湾而已 也曾经对马尼拉有所企图 也就是他对东亚海域是有所企图的 而如果这个企图 天假以郑成功更长的寿命的话 会不会整个大局势有改变 整个东亚的局势会有所改变呢 所以真的想到这一点 都会有很深的感慨 因为郑成功在1662年就过世了 仿佛命运就决定在这里了 非常的可惜 否则的话 我相信以郑成功的号召力 对东亚的华人的海上 他会形成更大的召唤的力量 甚至于形成对清朝更大的压力 历史不能回头 真的有点可惜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杜 我们刚刚讲到郑成功刚到台湾不久 他一听到说 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欺负华人的海上 他就马上叫这个神父去帮他带一封信 作为他的使节带信去 所以我就说 东南亚的这些海上 对郑成功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情感 他们知道这些蜻蜓也好 明朝也好 这些国家并不以他们为意 没有支撑他们 可是他们背后有一个依靠 那就是郑成功 所以所有的海上乃至于海外华人 对他的照顾之情 我相信一定奠念在心 而这种奠念在心 最后也只好呈现为什么 呈现为各地的庙宇 台湾有那么多的庙宇 里面几千家 几乎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道教的庙宇 无论是马祖庙或者什么庙 里面一定有一个供奉 就是开台圣王正成功 所以他整个内在的是一个华人精神领袖 征服四海无所畏惧 你想想看刚刚我念的那个信 他对西班牙人所显现的态度 而且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 还尊重他怕他 特别是他在台湾把荷兰人打垮了之后 他的整个征服四海的这种 企图跟他的那种气魄 使得别人都较敬畏他几分 再来就是我觉得他反清复明的思想 也真的深入人心 他收复台湾以后 在清早虽然不被视为历史 但是整个台湾史里面 仿佛民间自动去记忆着他 当然后来正成功在 罚给了这些西班牙的信 回信不久 他就过世了 很可惜 如果他时间长一点就改变了 可是我看到他过世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回想说 正成功这样的一个角色 真的是非常特别 非常特别 你想他在日本出生 然后他在南京受儒家的教育 他跟着大儒家一个学者 很大的一个学者 叫钱千亿读书 学习到儒家的思想 那正成功的生命转变 当然是因为跟着正志永的投降 所以立即改变 那清军植入福建 达到他老家福建南安的时候 那里他有他的族人 还有他日本籍的母亲 田川氏 田川氏被俘虏之后 韩奋切腹自杀 那正成功还把他的肠子洗干净 然后才帮他埋葬 我想想 正成功是一个文人 可最后变成一个海上的霸主 我觉得这整个就是一个 正家的一个霸业 那他把整个家族跟南中国海的 海上的贸易网 整个组织起来 然后变成一个贸易网 变成一个军事网 并且成为一个共同的精神的象征 那第一个要帮他的父亲 也要帮明朝 来反清复明 所以整个家族所建立起来的 整个大的贸易网 以及在东亚所建立的整个势力 事实上绵延的非常久 你想从1630年 一直到1681年左右 清朝才把正家的人打败 当然如果不是说因为 郑金死亡之后 发生了郑克松跟郑克章的内讧的话 或许郑家还可以在台湾绵延更久 可是你想从1630年到1980年之间 50年的时光半个世纪都是正家在东亚海域里面 成为最大的势力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 郑成功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当然他在台湾 到台湾不久隔一年就过世 1662年就过世了 可他为台湾治理打下了非常深远的一个基础 他把台湾作为东都 然后把荷兰殖民者修筑的四坎楼 他改名叫陈天府 那把热兰这城改名叫安平镇 那在北部还设了天心县 南部还设万年县 然后在澎湖还设安辅斯 那树与重兵 变成一府二县等等的 所以我是觉得 郑成功所建立的这整个规划 以及所有的工业 我们不能只从台湾史的角度去看 如果仅仅这样去看的话就太可惜了 事实上接下来我们还会谈到什么 事实上郑成功跟他的部将在台湾所建设的 包括了像比如说陈永华所建设的 所打下的天地会等等的 这整个基础非常之雄厚 所以影响非常深远 然后可惜的就是当然了 他打败荷兰的这一年 他很不利的事情戒二连三的来 因为他的父亲 叔叔跟陈总父亲的弟弟 因为他到台湾来了 所以就被蜻蜓给杀害了 那他给西班牙总督去心 可是当然对于华侨 对于在地的华侨也是另外一个伤害 可是他已经来不及处理了 最大的麻烦是他的儿子郑金 最大的麻烦是郑金 我们都知道郑金是战争的过程中 郑金曾经是他依赖的所在 事实上他转战的时候 郑金依然留在厦门 帮他处理后续的这些事情 可是他儿子传来一个消息 什么呢 传来消息说 他生了儿子了 所以郑成功觉得非常开心 后来才知道这不是跟他妻子所生的 那郑金呢 本来是跟一个唐姓的 世家的女子结婚了 可是两个人感情非常不目 不知道为什么 就跟他第四个弟弟的如母 成事失通了 而且还生下了一个世生子 那这个事情 他不敢让郑成功知道 他就知道谎报说 是他妻子唐氏生下来的孩子 结果郑成功当然非常开心 当阿公了 可是这个唐氏女子的爸爸 跟郑成功是世交 都是文化人 在文化上 在思想上是一个世交 所以他写了一封长的信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通 而且还大骂郑成功 你自家不言 何以治国 这八个字是多么严重 对于郑成功来讲 我们都知道郑成功 治军是非常严格的 严格到他对于 包括施郎或者他的部将 如果战争中 怯懦退却 失败等等 他甚至于把他们处于死心 所以他治军非常之严格 乃至于他的个性非常的急切 你想 母亲被亲军侮辱 而死掉的时候 他可以把他的肠子剖开 洗干净再埋葬 这是何等烈性的 强悍的 耿直的个性 这么耿直的个性 被他的老朋友 骂他自家不言 何以治国 真的是情何以堪 所以个性强悍耿直的郑成功 真的是受到一个歧视大辱 历史记载 他气得不得了 气得不得了 所以 他就命令什么呢 命令在厦门的 他的弟弟叫郑泰 把郑金 还有郑金的 那个妻子 一起杀了 就是他生下来 那个一起杀了 连同那个陈氏 跟小孩也并杀了 哇 这等于是一个灭门 郑金 他的母亲 陈氏跟小孩 都要一起杀 这是等于是灭门 郑泰根本执行不下去 这个郑泰执行不下去 让郑成功更为愤怒 更为愤怒的郑成功 面临什么 父亲死去 儿子 在情形上乱伦 他要去制裁他 却一无效果 自己已经越来越病重了 病重之下 好不容易把荷兰打败了 然后 偏偏偏处在海岛的抑郁 然后 整个部队重新开始 开始建设台湾 然后 部队还在饥荒之中 要去开垦 才能够生存下来 这样艰难的处境 他带着这样的一个部队 要生存下来 所以他又羞又怒又愤怒 他的病情加重 据说他最后的时候 常常望着厦门的方向 去等待他部下的回应 可是部下的回应 居然是军令无效 不愿意执行他的命令 去杀掉政经 那等于是 他们无法执行 他最后的军令 最后他自己知道 自己不久人世 很悲愤 历史记载来说 他悲愤之中 自己抓着自己的脸 大哭啊 大哭说 无眼见先帝于地下 大声呼喊过世 所以一生为国丑加恨 抛却了一切 就孤愤以忠 这样悲剧的一个形象 永远留在台湾的心中 台湾人的心中 而这个悲剧的形象呢 仿佛就变成一个 他人格更高 更尖锐 更强悍的一个形象 那么慢慢的民间 就把他当成像神一样 来加以膜拜了 曾成功 我觉得他对于台湾 对于台湾的历史 乃至于东亚的历史 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而最后他只留下 这样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他的悲剧 他生命 他的最后变成神性的 一个存在 仿佛是一个大历史 一个非常典范的 典型的写照 那么如何去看待 他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想我们休息一下 回头再来说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杜 我们节目也会同时 上架到各大Podcast平台 您只要搜寻 听说就可以随时随地 重新听一听 这一系列的内容 我们讲到 郑成功过世之后 我想历史也许 应该来做一点点总结 特别是对于 郑之龙和郑成功 这两代人 他们跟整个明朝的历史 连结是那么深 对台湾的影响是那么深远 可是我们往往从台湾的角度 就看见 好像他们就是影响到台湾而已 可是如果你放到整个东亚的大历史 我以前讲过了 1633年 郑之龙跟荷兰打的那一仗 使得荷兰以及欧洲来的帝国 不敢在东亚新风作浪 维持了200多年的和平 历史显然低估了郑之龙的影响力 当然他最后想清朝了 被汉族的民主意识所不容 可是我们如果站在大航海时代的 总体来看的话 我们有没有想到 欧洲国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他有帝国做军事的后盾 每个国家都有 日本也有 可是明朝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 从来没有给郑之龙 任何军事上的保护跟帮助 反而是谁呢 是郑之龙在帮明朝保护了下来 变成一个王室的正统 让台湾有一个王室正统的存在 是一个汉族正统的存在 并且呢 郑之龙也保护了江都 跟海上的一种主权 虽然郑之龙是为了自己的海上霸业 或者贸易利益等等 但是他要建立起一个17世纪的海上王国 一个超级跨国公司 跟荷兰跟日本平等往来 然后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工业 而这个工业在郑之龙建立起来之后 我们看到了他在路上海上的 这个跨国贸易系统 最后变成郑成功去跟清朝对抗的基业 而这个基业又变成郑成功打败荷兰的基础 我们在最近的节目里面讲到 郑成功曾经对荷兰实施经济制裁 我们可是要知道 经济制裁不是一个弱国 一个弱小的势力可以实施的 正如同荷兰如果要在东亚实施经济制裁 他能做到吗 他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他制裁 他别人不听他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 可是郑成功可以实施经济制裁 因为他有那些海上的华商 作为他的基础 作为他的实力 所以他可以对荷兰实施经济制裁 而他实施的经济制裁 可以形成为一种力量 变成荷兰最后不得不屈服 结果荷兰屈服之后变成派出了河兵 反而把郑成功引导到台湾来 甚至于发动台湾的汉人 来呼应郑成功对荷兰的攻打 换言之 整个大的历史是这样连结在一起的 他从来不是孤单的 而这个历史是一点一滴延续下来的 而这个大历史里面 台湾作为世界经济体系 刚要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 仿佛是一个踏板在整个大陆经济外面的一个踏板 我们看见荷兰站在这个踏板上 去敲明朝经济的大门 希望扣开他的大门 扣开整个对中国贸易的整个大的腹地 正如同葡萄牙站在澳门 把澳门当成扣开中国经济大门的那个所在 所以我们要看见的是什么 这段大历史里面 不仅仅看见郑家或者郑之龙 郑成功的大历史 还要看见台湾作为历史的地缘政治的存在 事实上是为了因应大陆的整个大的经济体而存在的 他仿佛是走入大陆经济体的一个敲门砖 如果他是一个敲门砖 那么他是会非常有利益可图的 正如同荷兰在台湾 为了跟明朝贸易而做下来的所有的这些建设 对台湾就是有利的 那么严实起跟郑之龙 他一开始以台湾为基地 他移民了上万人来台湾开坑 展开了台湾开拓使 然后郑成功又两万五千大军打敗荷兰 移入了五万多人等等 最后定居十几万人 你可以想见这二十几万人 一面抗清一面历经图治 然后开拓到今日的恒春 那中部到彰化新竹到淡水等等的 这整个大的历史 整个大的历史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 也就是对于台湾的地位也好 对于整个东亚历史也好 对于世界经济史也好 都是一个大的转变 因此当我们在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 不能只从说台湾的角度去看而已 还要更大的从长远的历史来看 那么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 台湾当然也起到一定作用 当然主权问题来看的话 郑成功是台湾历史的转捩点 如果不是郑成功把河南赶走的话 说不定清朝对台湾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 因为他恐怕郑成功会作乱 所以后来清朝虽然有放弃台湾的争论 但是把台湾从荷兰手上 拿回来脱离殖民地 避免台湾成为东南亚那些欧洲殖民地的命运 一如印尼菲律宾等等 这确实是不争的一个事实 那么可惜的是当然 清朝是一个马上的民族 他不了解海洋跟贸易的重要性 所以他措施了大航海时代的机遇 那在第二波全球化的那个时代里面 他慢慢成为一个所国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非常可惜的所在 不过我还是回到开头 我们常常讲的 台湾民间的庶民有一种 对于历史人物的很素朴的感情 人情意义的这种道义 而且不以成败论英雄 比如说关公是一个失败者 正成功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 他都不是一个成功的人 他一生为反清复明奉献了一切 可是呢 最后这个失败者被台湾人奉为神明 台湾人真的感念他 那我曾经讲过清朝统治台湾 全面禁绝 但是呢在台南的一地 在台南民间私下供奉 要避免清廷的追究 所以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开山王庙 你如果在台南看到开山王庙 他拜的神就是正成功 山是谁呢 山子的就是台湾 那么到了1874年的时候 因为牡丹社事件 后来清廷派了福建的传政钦差 沈宝珍来台湾 那沈宝珍来台湾以后 接受台湾府进士 杨世芳的建议 很多人的建议 终于追逝正成功 然后建立砖池 把他编入四点之中 才名为严贫郡王池 我们统计一下 台湾各地有多少奉侍正成功的庙呢 我们知道台湾在2016年 有举办了一个 正成功庙宇联合举办的春祭 只要有出现开台圣王 国姓公 开天公等等的 这样全台庙宇 主要供奉的有130间 庙里不是主神 比如说妈祖庙 观音庙等等的 供奉正成功的庙宇 加起来超过上千几千间 所以你说台湾民间 对于他的感念 是不是又深又广 但是我们回过头讲 我还是要讲一次 就是说 事实上台湾 即使在最开始荷兰时期 正成功依然把台湾的人民 当成我民 当成他的人民在照顾 把东亚的人民 当成他的人民在照顾 东亚的华人 都当成他的人民在照顾 所以我们这一集讲到了 他对于马尼拉的华人 也是一样去照顾他们 因此我们必须说 正成功 正直荣乃至于东亚海域的 这整个大历史 我们一直缺少一个 更深更广的一个理解 这个理解是从民间深入去理解的 也就是民间的感情去理解的 而不是让这个朝代 那个朝代的正统非正统去写他 当然台湾现在还是有许多人 会从政治的抗中 或者说正成功的来源等等的 可是我们必须想到说 一时的政治很难影响 长远的人民的这种心中的感念 特别是我们想想日据时期 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 比现在的政权可要长得更长 对不对 五十年的日本统治台湾之后 让台湾人要拜日本的神道教 可是等到日本走了 民间依然回到他的信仰里面 依然回到马祖庙 回到观圣地群 回到正成功庙 去进入他真正的 有情有义的 信念的信仰的世界里 这就是我相信 民间的情意 永远比政治更长远的一个原因 我想对正成功也是这样的一种情感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你 谢谢你